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西北季后赛正在进行当中 但是对于一个传统强队来说 打击是非常大,那就是上海南南 随着目前的一个甲球事件不断发酵之后 蓝鞋已经公布了这次的重磅罚单 上海南南以及江苏南南被判消极比赛 所以接下来取消本赛季的比赛资格 而上海南南本身已经获得了一个八强的门票 结果最终也是直接被夺走 这样一来也意味着上海南南 整个赛季的一个努力付出 付诸东流吃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次球队的一个比赛资格被取消之后 他们球队这边还传出了一些主力球员离队的消息 对于整个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麻烦 首先在这一次的一个整体的处罚当中 大家非常的清楚 作为主帅李春江以及他们的总经理 都受到了一个严重的禁赛处罚 李春江更是被禁赛五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球迷都觉得说 是不是接下来李春江很有可能要离开上海南南 包括他的一个得意助手李秋平 会不会也会离开这个球队呢 首先从目前官方那些最新消息来看 暂时没有情况显示说 这两个人一定会离开上海南南 所以我们后续还是得以官方的消息为准 毕竟目前来看 即便是李春江的教练的资格被吊销了 他也完全可以转做一个技术顾问的这么一个岗位 来继续带领着上海南南的全境 所以其实这一次蓝鞋的处罚是留有余地的 上海南南这边也有操作的空间 但对于李季下的话 目前在这些主教练离开之前的话 已经有两个球员被上海媒体 也就是东方体育日报呢透露了李队的消息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来逐一看一下 首先李队的第一个人呢就是可兰白克了 那么按照此前山东媒体的报道 可兰白克呢已经是成为了山东队李队的第一人 因为他在此前被上海队租借来到山东队之后呢 一年的合约已经到期 加上季后赛抖不到重用啊 可兰白克也没有必要留在那里 所以的话已经他的归属前回到了上海南南 不过目前呢根据上海媒体透露的消息 他们明确表示可兰白克接下来呢 大概率会离开上海南南上海队这边呢 不会再执行剩下的一年球员合同 而且目前呢还有一些媒体人在这个论坛当中 透露消息说接下来可兰白克 大概率会投靠西洋立江这个成绩的队友 来到南京同西 那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也不妨期待一下 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球员呢 就是丁燕宇航了 对比可兰白克还有油还能打的话 丁燕宇航目前的处境比较尴尬 本身他在此前从山东南南来到上海南南 租借的合同也就只有一年 加上今后再直接被气用伤病影响了他的发挥呢 对于他的来说啊 基本上职业宣扬也已经到头了 所以呢有媒体人呢做了一个分析说啊 接下来不仅有可能离开球队 甚至丁燕宇航呢还要考虑 考虑这个退役的问题 所以对于他们这两个球员来说啊 基本上呢去向都有了一些最新的情况 总的来说目前对于整个上海南南来说啊 也为他们的一个球队的消极比赛付出了代价 接下来恐怕呢还会受到各种各方面的一些指责和舆论 希望他们能够挺住考验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